我是全球其最危險的男人 簡單說就是 其實我國中就對我大伯的女兒有XXX 那個時候我想說 棉被底下不知道是怎麼樣的一番光景 不如讓我來先黑就是棉被吧 我跟堂杰為什麼會結束 是因為我們有約定就是 只要誰先交了對象 這一段孽緣就要結束 所以他那個時候交往了一個在永和豆漿 賣豆漿的弟弟 白天吃豆漿 晚上也吃豆漿 嚴厲斥責 嚴厲斥責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表姐不是近親 這又是另外一段故事 OMG 貓哥好久不見 你為什麼一來就要講這種故事啊 OMG 你願意進DC分享這是什麼故事嗎 我可以了解一下嗎 不是我不管你這個故事多久 沒有 現在這個連結滾進來 現在我這邊就開放call in啊 你們聊一個約跑的經驗 MOG一來就說他表姐 堂的 堂的 不是堂的也一樣啊 堂的跟表的有差嗎 什麼了 請說 不是你那個 你幹嘛一來就那麼激烈啊 你哪有激烈沒有啊 沒有沒有沒有 你請開始你的表演 請開始你的表演 好這個故事呢 我其實很久沒有提起了 可能大家忘記了 我是拳頭級最危險的男人 我跟你說我在國中的時候 這個 你好好講 你好好講 我不想去YT開台 你好好講 我知道 我盡量 盡量細節部分跳過 好不好 OK 簡單說就是 其實我國中就對我大伯的女兒有性幻想 那個時候 怎麼了 哈哈哈哈 我跟你說 他是我大伯的女兒 我們是同阿公 同爺爺 同奶奶 他是我爸爸的大哥的女兒 這樣 他就是 大我大概 七八歲 當時我國中 他在酒吧上班 所以呢 我去他家玩的時候 我跟我堂弟在打電動 他就是下班的時候 就是在酒吧下班完回來 就是可能已經喝的 潑潑爛爛喝的爛醉這樣 就去睡覺 有一次我去他們家 我自己一個人 他下班回來之後 他洗完澡就躺回房間睡覺 他的房間就在我的電腦的後面 房間門也沒關 我就想上廁所 這個是A面情節吧 我盡量帶過 我怕你還被蝙蝠劍 但是我經過他房間門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算了 反正就是他棉被蓋著 我也沒注意 我就經過 第一次經過他上廁所的時候看到就 躺起來睡覺 然後上次我回來之後 我想說 棉被底下 不知道是怎麼樣的一番光景 不如讓我來掀開這棉被吧 所以我就把他的棉被掀開了一小角之後 發現他只有穿小內褲睡覺 然後這個上衣那是很輕薄的 就是 反正就第一次我就只是掀他棉被而已 然後看他只穿著內褲跟睡衣 就很簡單的睡衣那種棉質的 那我就看了一下 就 唐姐身材還不錯 OK 沒有摸 沒有摸 我沒有摸 我就 我就又回去 回去繼續玩 就是玩我的電腦 第二次就在經過的時候就 有點抑制不住心裡的衝動 就 我想看看唐姐到底 毛跟我長的有沒有不一樣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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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等一下 不是 你冷靜一點 不是你可以講嗎 等一下 你可以講可以講 你可以講別的東西 你不要用那個字眼 然後重點是 你這個根本就是超級劇情的好不好 你發誓你是人生的真實故事 真實故事啊 我沒有騙人啊 這個我在 我在很多台講過 那個台都很怕不見 所以我 已經很久沒有講 這一段事情了 百分之百真實 OMG 唐姐會看台嗎 唐姐 唐姐現在已經有一個女兒了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的 反正就 就是 這又另一段故事了 反正就是很後面的事 前面我先敘述完嘛 就是 國中嘛 性衝動嘛 就青春期啊 看到一個 一個 就是 像你這麼正的 啊 沒啊 躺在那 我怎麼受了對不對 我唐姐長得像西條沙羅 然後 那上衣的部分 上衣的部分就是 我也是稍微就是 把它掀起來 看了一下 顏色還蠻淺的 OK 我就 我就 我就把它掀回去 我就回去去打電動了 結果沒想到 在下一次上廁所的時候 我發現 我經過他房間門口的時候 他自己把棉被給掀開了 然後內褲脫下來 然後衣服掀到 剛剛我原本掀的那個位置上 那不是我掀的 那是他自己掀的 我超害怕的 那是他睡著了 那是他睡著 然後有時候不知道掀開的 後面 我就沒有再沒有再幫他再掀回去了 我就 我也沒有蓋回去 我想說完了完了 我當初不知道 我就繼續打電動 就 hi this moment 大概一分鐘左右 我的大伯母回來了 哇操勒 那時快點要打開舔門 那一瞬間 我趕快回到我店 我前面講都沒什麼 打電動 我的唐姐呢 還是一樣保持著這個衣服掀起來 棉被掀開的狀態 然後大伯母就從門口進來 經過他房間的時候 然後有回頭 稍微看了我一下 我透過那個桌上的鏡子反射 然後看到我大伯母的臉 他在看我 然後我就假裝每次我在打電動 但他也沒有要 跟我說什麼的意思 反正他就是去把 我唐姐的衣服 就是棉被蓋起來 然後就結束了這一part 這就在我心中埋下了一個 我他媽想要上我唐姐的 OMG 嚴厲刺責 OMG 聊天室 你們千萬不要這樣喔 嚴厲刺責 這是不胖的事情喔 聊天室 好不好 你要媽就出去約跑 不要搞這種東西喔 然後你們家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也要注意喔 小朋友有時候比較不懂事喔 那就是要好好保護他們 給他們灌注一些觀念 知不知道 尤其是女生喔 男生也是一樣喔 還在喔 純屬事實 這個東西 不代表本台言論 你又怎麼了 現在沒有要下一段故事的意思 我跟你說喔 聊天室 你我 我唐姐 確實我們當了三個月的炮友 顧炮 你不要再講喔 聊天室 不要質疑我 這絕對不是SOD劇情 我他媽真實發生過 我就是上了我唐姐 怎麼樣 你有唐姐可以上嗎 OMG 我要離開這裡 等一下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最後是怎麼跟唐姐結束的 我跟唐姐為什麼會結束 是因為我們有約定就是 只要誰先交了對象 這一段孽緣就要結束 所以他那個時候 交往了一個在永和豆漿 賣豆漿的弟弟 弟弟給他吃 白天吃豆漿晚上也吃豆漿 不要嚴厲斥責 嚴厲斥責 就是我們有講好遊戲規則 我那個時候是在當兵 你在當兵 所以你是能接受遊戲規則的 當然可以啊 當兵耶 拜託 超級 超級 就是整天都 子彈都是處於在上堂的狀態 不小心碰到會 啪啪啪的那種 所以 好 就是這樣 你想聽我套入我唐姐的故事嗎 你想聽我套入我唐姐的故事嗎 聊天室 趕快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你知道嗎 Twitch這邊也訂閱一下 我跟你講 第一故事 我套入我唐姐的故事 我跟你講跟SOD 真的是一模模一樣一樣 幹 我們下個禮拜天 我們下個禮拜天 不要笑成這樣 這個 我只有在Twitch這邊講這件事情 這個事情已經壓在我心裡 它是完全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這件事情超級超級 我完全不敢跟我周遭的任何一個 有見過面的朋友講說 我他媽上了 廢話 廢話 我只能在網路世界裡跟大家說 哎呦 我跟我唐姐大怕 好啦好啦 不要再重複了 請你離開 請你離開 好我離開 好了啦 這一台 我今天講我這台超級危險的 動不動 就要我嚴厲斥責 非常的麻煩啊 我真的是受不了你們了 我今天算我開台 製作主張 亂開台 我現在可是緊張得一皮 講話 都不知道要怎麼講了 效果也不知道要怎麼做了 我這邊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再給你們了 今天 危險 非常危險 沒什麼事 吃 沒什麼事 吃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